大家好 昨晚發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夢見葉牧師和一個年輕的姊妹 在一個山頭採藥 我又看見牧師神彩飛揚 用光換法 然後我看到他們採藥的時候 我問牧師我可以幫忙嗎 牧師說可以 誰知當我在幫忙收一些中草藥的時候 我有一位堂妹又經過 又說一起幫忙 然後堂妹就在佛山那裡玩 周圍亂跑 然後當她上回來的時候 牧師這個時候也來到我們面前 而牧師就站在我們的面前 我的堂妹就很害怕這樣的樣子 而牧師一眼就看到堂妹身上有邪靈 後來又來多一個堂妹 這個堂妹就是剛才那個堂妹的親妹妹 我今早起床都有問 耶穌為何我會發這些夢呢 耶穌想跟我去暗示些什麼呢 當時我沒有聽到神有什麼的回應我 然後我也有跟阿牧師分享這個夢 我跟阿牧師說 是否阿天父 阿牧師又要再被提升呢 牧師就說 每個人愛神 遵從神 真心是奉神 都必定會被神提升的 或者神在這個夢 啟示你這一點呢 又或者是你自己一個夢 牧師叫我可以在夢中的感覺去感受 這個到底是疑夢 還是一個普通的夢呢 我發覺很多人聽到阿牧師的分享神的真理的時候 都會有改變 有很大的突破 和會更加去追求神 愛神 在裡面得到真正的平安釋放 我心想 會不會是神使用阿牧師做更大的事呢 但是我又想 這個夢 為什麼我又會記得 每一個細節 在這個夢 我又看見牧師 神彩飛揚 用光換法 又怎麼解釋這一點呢 為什麼又會這麼真實呢 這麼細緻的呢 我又全部都可以記得這麼清楚呢 就連同阿牧師去採躍這位年輕的姊妹 我都好像記得她的樣子 她是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為什麼連一些這麼小的事 都可以記得這麼清楚呢 我以前 meeting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